下面我们学习第二节终止经营 这一节节两个问题 第一个什么叫终止经营 第二个终止经营在报表上如何猎报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终止经营 所谓终止经营踏实之企业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 企业该组成部分已经处置 或化封为持有单独类别 非常抽象 从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出 所谓终止经营 它实际上是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什么样的组成部分呢 首先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们等一会再说 第二还要能够单独区分 第三这个组成部分呢 已经处置了 出售转让或者是报废 或者化封为持有代数类别了 比如我们上一节所讲的 化封为持有代数类别 那么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们下面再来看 这个框框就是条件 终止经营实之企业 满足下列三个条件 只要满足一条 再加上能够单独区分 再加上是已经处置 或者化封为持有代数类别了 则称之为叫终止经营 哪些条件 首先第一个是该组成部分 我们刚才讲了 终止经营 首先你要理解 它是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什么样的组成部分呢 该组成部分 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者一个单独的主要的经营地区 也可能是一个业务 也可能是个地区 比如举例子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某一家上市公司 既有房地产业务 又有汽车业务 也有餐饮的业务 那么汽车业务 就是它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者说房地产业务 或者说餐饮业务 是它的某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它是它的一个独立的主要的业务 好 这是一种条件 或者另外一种情况 该组成部分是 你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进行处置的相关年计划的一部分 比如房地产业务 那么房地产业务 它可能还有相关年的物业管理的这一部分 那就是与房地产是相关年的 有时候房地产业务转称以后 年同它的物业管理也转移了 我们有一些房地产公司 大家想一想 你们有一些这个物业管理 是不是对应的就是房地产公司的物业管理公司 所以它是相关年的部分 或者第三个条件 该组成部分是 装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我们前面讲过 取得这个子公司 我专门就是对外出售的 我买进来以后 其实我当时就已经决定 再转任给下家的 装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好 那什么意思呢 如果企业的某一个组成部分 符合这三个条件之一 再加上这个组成部分呢 是能够单独区分出来的 很独立的 然后这个组成部分是 已经处置 已经处置 或者还没有处置 怎么样呢 化封为持有代出类别了 就是我们上一节所讲的 则称之为叫终止经营 那么这个已经处置呢 在理解上要注意 它不仅仅是出售转让 我这写了一个提示 已经处置 包括出售 还包括结束使用 比如关停病转 或者报废 都统称交处置 那么符合这些特征的 称之为叫终止经营 那这个概念呢 讲完以后 我再画一个版书 解释一下 什么企业 什么样的组成部分 称之为叫终止经营呢 要三个特征都要满足 第一个要符合一定的规模条件 什么叫规模条件 其实就是刚才相关的条件 一二三 是独立的业务 或者单独的地区 或者是相关联的一部分 或者干脆就是装于转售 而取得的子公司 这要满足这条件之一 说明它具有一定的规模 这首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能够独立区分 单独区分 是很独立的 能够和其他的诱分开来 第三是十点的要求 什么叫十点的要求呢 要么你已经处置了 要么是化为持有准备出售 那么有可能是已经出售的 有可能还没有出售 但已经化分为持有代售的状态 那么在符合这三点的情况下 我们这是加号 是不是 这三点都满足的情况下 则企业的该组织部分 属于叫中止经营 这样的理解 相对来讲比较抽象一些 下面举个例子 结合教材十字体 C企业集团拥有一家 该子公司所有从获 并辞退了所有员工 但仍然有一些债权等待收回 部分营业晚点的门店的租约 尚未到期 仍然需要支付租金 判断H公司是否构成 C企业集团的终止经营 是否构成企业集团的终止经营 就看能否满足刚才我们所讲的三点 我在这重新写了一下 规模条件 是否符合刚才所讲的三个条件之一 那就是规模 符合说明具有一定的规模 反之就不具有一定的规模 第二还要看能否单独区分 第三是十点的要求 已经处置或者化为持有待受 那么对照刚才这道题 我们不去看答案 看教授的分析 我们自己来分析一下 一点一点一点的套进去 看是否满足这三点 规模条件看一下 这个C企业集团下面这个H公司 是它的一个药品批发的业务 药品批发的业务 而且药品批发是这个极端的 一些独立的主要业务 而且有很多营业晚点 说明它具有一定的规模吗 肯定是的 所以第一个条件是满足的 第二能够单独区分吗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子公司 那这个业务和其他是能够分得开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能够符合条件的 单独区分 第三十点的要求 十点的要求已经停止了所有的业务 这什么意思啊 已经处置了 不要把处置理解为出售 只是停了还没有出售 有同学这样想 我刚才已经说过 以处置包括结束使用 比如关停 所以第三个条件 停止了 决定停止了所有业务 那说明它已经处置 那意味着也满足这个十点要求 所以H公司构成C企业集团的终止经营 下面我们看一下教材的分析 其实我们刚才把三点分析的已经很清楚了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教材上所讲的内容 由于H子公司原药品批发业务已经停止了 收回债权处置租约 我们题目里面提到这些条件 并不构成上述业务的延续 它并不是这个业务的内容 因此已经终止 所以认定为终止经营 还没有我们刚才分析的那样详细 是不是 我们刚才分析了 这是它的一个药品批发的一个子公司 是它的独立的业务 说明是具有一定的规模条件 第二是它是一个专门一个子公司 是能够独立区分的 不是混在一起的 第三是已经停止业务 说明属于已经处置满足这点要求 所以属于终止经营 下面我们再看13题 14和13 我是倒过来说的 14是满足的 再来看13 某快餐企业A公司在全国拥有500家零售门店 A公司决定将其位于Z城市的8家零售门店中的一家门店C给出售 并于2017年8月14号与B企业正式签订转让协议 假设该门店C符合画风为持有带出类别的条件 判断门店C是否构成终止经营 是否构成终止经营还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那就是是否具有一定满足规模条件 能否单独区分是否符合10点要求 我再写一下 规模条件单独区分10点的要求 我们一个月来看 首先这是一家门店C是能够单独区分的 这是很清晰的 是不是 专门这一家门店 第二个10点的要求 它已经画风为持有带出类别了 画风为持有带出类别了 关键就看是否具有规模条件 规模条件我们刚才前面讲了要有几条 三条 三条只要满足其中一条就可以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满足呢 我把三条都写出来 第一能否代表这个门店C能否代表A企业 A快餐公司独立的主要业务或者主要经营地区啊 代表不了 500家门店你只是这个城市八家门店中的一个门店 根本上不具备一定的规模 所以第一个条件肯定不满足 第二也不构成相关联的 它没有什么关联的问题 第二个也不构成 第三它又不是装于转售的一个子公司 所以也不满足 那意味着三个条件都满足 说明它不满足规模条件 我们要求这三点都要满足才是终止经营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门店C 因为不具备一定的规模 所以不构成A的终止经营 所以是否构成终止经营 就是根据刚才所谈的电影来判断 同时满足这三点规模条件 单独区分 是点要求 那就是 如果不满足 就不是 我们下面看一下教材的分析 这讲的比较详细 尽管门店C是个处置组 门店呢 它不是一个资产 是不是 它门店里面有可能处置组了 有很多资产 甚至还有负债之类的 它能够单独区分 专门一个独立的门店 当然是能够单独区分 说明这个条件是满足的 也符合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为什么 因为题目已知 满足持有代售类别的条件 准备出售的 这个门店打算转让给别人 但是由于它只是一个零售点 不能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经济 业务或一个独立的主要经营地区 这个条件它不满足 同时呢 也不构成相关联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条件也不满足 另外呢 它根本上就与装于转售 而取得子公司是无关的 所以这个条件也不满足 那就意味着它这个规模条件不满足 因此不构成企业的终止经营 这就是13题得到的结论 那么13题得到结论以后 我们在这给大家延伸一下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一个问题 门店C C然是符合持有代售类别的条件 属于持有代售类别 但是并不一定是终止经营 从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第一眼能看得出来 有的持有代售 可能是终止经营 但有的可能不是 什么意思呢 企业的某一个组成部分 既满足规模条件 又能够当中区分 再加上你是持有代售 那才是终止经营 对不对 所以不能仅仅是持有代售 就是终止经营 所以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要注意不是花等号的 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的 持有代售 才算终止经营 好 这是一种情况 什么意思呢 如果某一个组成部分 是已经划封的持有代售 并不代表它就是终止经营 反过来说也是如此 某一个 鞋的某个组成部分 是终止经营 符合终止经营 划封为终止经营 那么我想问大家 它是持有代售吗 那也不一定 有可能是出售的呢 已经出售呢 所以这里面两者之间的关系 要注意一下 并不能划 完全划等号 好 那么教材两道立体讲完以后 就一阵一反 14题 我们推导出是满足条件 符合终止经营 13题我们推导出 不满足终止经营 那13题我讲 讲完以后 我可以再反过来再说一下 打比方说啊 事实上没有这样的 打比方说 这是说某一个快餐企业 A公司拥有全国500家门店 然后把某一个城市 8家门店的一家门店出售 不形成规模条件 反过来说 比如打比方说 百胜集团下面 肯德基 是不是啊 肯德基是百胜集团下面的快餐企业 它其实还有很多了 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呢 也必胜客了 是不是 等等 那么 如果百胜将 一个门店 那其实不算的 好了 那么两道题 一阵一法 给大家做了个分析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有关终止经营 在报表上的猎报 首先一点 请注意作战记号 这可以作为选择题的选项 终止经营的相关损益 应当作为终止经营损益猎报 这可以理解的 猎报的终止经营损益的期间 要注意 应当包含整个报告期间 而不仅仅包含认定为 终止经营号的报告期间 什么意思呢 我换个图表来说一下 假公司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十四道题 我们前面讲的一个药 十四道题 有个药店 这个药店是专门是 经营批发的一个H公司 那么现在要把它终止经营了 终止经营 我假定啊 假定在9月30号这一天 符合终止经营的条件 认定为终止经营 那么认定为终止经营以后 我们在12月31号 编制今年的利润表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这个已经被认定为终止经营 那么与其相关的损益 应当属于终止经营损益 在利润表上 要把它经利润分解为两部分 大家还记得上一节课讲过 要持续经营损益 和终止经营损益 两部分在利润表里面 要分解开来 那么对于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 H公司假定在9月30号 认定为终止经营呢 那么 它在利润表上 列报的终止经营损益 是哪个期间呢 是认定为以后的 还是整个期间呢 注意 是整个报告期间 包括认定前的 也属于它的终止经营损益 注意这句话 判断题 注意一下判断题 他可能把它改了 列报的终止经营 认定为终止经营后的 报告期间 对吧 那就错了 应该是整个报告期间 那么相关损益 包括哪一些呢 我们包括哪一些 第一个是终止经营的 经营活动损益 9月30号认定为终止经营 那么前面是不是还属于 经营期间呢 也算也算它的终止经营损益 因为我们刚才说 要包括整个报告期间 所以这一部分 是属于经营活动损益 属于终止经营损益 这是第一 第二 企业初始计量 或者在资产负债表日 重新计量 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 持有代售处置组的时候 而确认的减损损失 属于终止经营损益 第三 后续资产负债表日 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 持有代售处置组 价值回升 转回的资产减损损失 也属于终止经营损益 二和三 讲完以后 我再说一下 我们在第一节里面 讲到持有代售类别 也就是持续进行损益 在报表上跌报的时候 持续进行损益 包括哪一些 是包括不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 持有代售类别 那么不符合终止经营的 那么应该属于持续进行损益 反过来说 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 持有代售类别 比如持有代售 处置组 发生的减值 或转回的减值损失 那都属于什么 属于终止经营损益 所以这块要请大家注意了 我总结一下 什么意思呢 持有代售的处置组 要区分是否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我们刚才讲过 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的 持续经营类别 才化封为终止经营 所以持有代售的处置组 有的是不满足终止经营定义的 有的是满足终止经营定义的 如果不满足终止经营定义 该持有代售处置组 在化封为持有代售类别以后 发生的减值 或价值回升 转回的减值损失 都属于持续经营损失 反过来说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 则属于终止经营损失 所以对于持有代售的处置组 它所产生的损失 发生的减值损失 或转回的减值损失 是属于持续经营损失 还是属于终止经营损失 要看它是否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不满不符合属于持续经营 符合属于终止经营损失 除此之外 还有第四 终止经营的处置损失 还有第五 终止经营处置损失 的调整的金额等等 这些都属于终止经营损失 那这一块就可以出选择题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道题 下列各项关于终止经营猎豹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有 A终止经营的相关损失 应当作为持续经营损失 损失损损失 刚才说过 终止经营的相关损失 应当作为终止经营损失 损失损失 持续经营的相关损失 作为持续经营损失 所以A的说法是错误的 是答案 因为问的是不正确的 B终止经营的处置损失 应当作为终止经营损失 来列报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说法是正确的 C终止经营损失 损失的列报期间 为认定为终止经营后的列报报告期间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是答案 D终止经营的经营活动损失 应作为终止经营损失的列报 C依然是终止经营 但是你经营活动损失 依旧是作为终止经营损失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和C 但是我们有的同学 辛辛苦苦做出来了 做的答案是B和D 因为题目没看清楚 要看清楚题目 问的是不正确的 还是说正确的有哪一件 你会做会做 答案是反的 没分 所以我们这道题在做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A和C两个 好 那么有关终止经营 我们其实就找了两个问题 第一 什么叫终止经营 怎么去判断 就是刚才所讲的 满足规模条件 要能够大度区分 而且是 我实点要求 就是一斤处置 或者说话误 也持有待兽 那么同时满足这三点 那就是终止经营 反之就不属于终止经营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终止经营 在报约上如何列报 要掌握的一些值值点 那么到这儿为止 我们这一章内容就讲完了 在这一章里面呢 应该说主要还是考一些客观题 重点掌握来几个问题呢 第一个是持有待兽的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是概率最大的 我前面给大家也讲过 其次是要掌握持有待兽类别的计量 包括前 时 后 另外呢 要注意一下 持有待兽类别和终止经营的 列报要求 报表上列报 从考竿它没有要求掌握 但是我这改了 我认为还是要掌握的 考竿的说是熟悉 但是我认为这两个 这两个列报呢 也是要掌握的啊 所以呢 我们重点主要是掌握这几个方面 好 那么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下节目我们再见